这批东西是下午一点多送到 赵女士晚上发现了卤蛋问题后 拍了视频 卤鸡蛋外包装的纸盒里面有一些漏液 纸盒内壁有一些会蠕动的白色物体 就觉得挺恶心的 就第一时间就联系他们客服嘛 然后他们就说 只把这一个有问题的 这个可以退了 然后她说再补偿你20块钱超市卡 赵女士不接受这个处理方案 卤蛋的品牌是萨拉咪 价格9块8 根据产品介绍 这个卤鸡蛋外包装是纸盒 里面有12个真空包装的卤鸡蛋 赵女士说 货送到时和其他东西一起 外面还有个大箱子 没有问题 这个萨拉咪的纸盒外包装 起初看也是完好的 打开来后才发现问题 她当时用黑色塑料袋 把整个盒子装了起来 现场她戴上手套 拆开了塑料袋 它是这样一个外包装 看着是好的 然后一拆开这里面 昨天都是活的 它还都在爬 它是里面漏了还是怎么了 具体应该是漏了 它还有活的在爬 结合萨拉咪卤鸡蛋的生产日期是 今年6月份 保质期10个月 生产厂家是福建 麦德龙食品有限公司 是萨拉咪旗下企业 应该就是那一个 坏了 坏了 这个给我们 这个 看一下 破口了 运输上面或者是有破损怎样的 但是它外面还有一层包装是好的 它里面是怎么破损的 就有疑虑 是不是它生产的时候 这个质量就有问题 根据产品上的服务电话 记者联系了福建麦德龙食品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公司对产品有着严格的生产要求 对于赵女士的疑虑 质检部的司经理做了回应 我们不是真空包装的嘛 经过杀进以后 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它如果是漏了气 那这就不大保险了 对不对 其实它肯定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卤蛋呀 可能是包装哪地方破掉了 因为这个鸡蛋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它营养比较多 另外这个我们也做了卤制以后 它料液更 这个整个的这种产品 然后营养更丰富 像现在夏天的话 如果一旦漏气的话 肯定会会出现问题的 这个包装在运输 或者流转过程当中呢 也有可能会出现 这个个别破坏的现象 另外呢 我们在上边 每一个产品的袋子当中 也都有描述的 就是发现发霉漏气 这也能有 我们尽可以到 到这个销售这个地点 或者是找我们客服 有电影连一电话 直接去推换 或者是协商解决就行了 赵女士把电话 留给了福建卖的龙食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 会有公司售后联系处理 18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我现在都可以 tough 这也有保护的 新的关于 一些抽出 represent 即将